接下来我们要说ES6的proxy语法 ES6proxy这个proxy就是代理的意思 那它肯定是跟代理模式有很相关很相关的关系 正好呢我们介入这个语法呢 我们去演示一下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明星和经纪人的这么一种案例 我觉得这个呢是代理模式的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代表 简单说 你没有权限去接触明星 但是呢你要是想请明星来演出 那你就去找经纪人对吧 好我们就简单的演示一下 你怎么去找经纪人 然后要到这个明星的一些信息 好比如说我们这儿先硕实化一个明星的一个对象 然后你想获取这些个人信息 那不可能对吧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用经纪人 经纪人就是这个明星的一个代理 我们这儿写了 它的语法呢是这样 是newproxy 然后第1个参数呢我们把这个要代理的对象传进去 然后我们可以监听它的get和set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监听代理对象的这个获取属性和设置属性 你如果是想去获取手机号 这个经纪人肯定要给他自己的手机号 经纪人不可能把明星的手机号返回给你 然后呢如果是你要获取这个price 就是说你要请明星演出呢肯定是需要花钱的 但是呢明星是搞艺术的 他不给你谈钱 跟谁谈钱呢 就跟经纪人谈钱 所以说经纪人上面代理的price这个属性 但是明星身上是没有钱味的啊 他没有铜臭 他不谈钱 他只搞艺术 明星的年龄和这个姓名这个都是可以返回的 要不然大家知道你叫啥 OK 然后那个set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是主办方我要请经纪人 我可以给他set一个什么呢 我可以给他set一个custom price 你说报价是shower run对吧 那我可不可以砍价啊对吧 我试一下 那你可以set这个custom price 当它的值小于我们这样定义的啊 当值小于10万的时候直接报错就直接不给你谈 低于10万就不给你谈 EOS我们就把这个价格复制成这个value 这个地方其实这个EOS里面这个逻辑啊 和真实的场景可能不会太一样 但是呢 我们也没有必要深究说这个经纪人怎么工作的 对吧 我们也不用管 我们演示一下这个代理是怎么把这个value 给他复制到这个target的这个对象上的啊 这样就OK了 这样我们的场景呢就全了 对不对 不要深究说经纪人是不是这么干活的 我也不知道经纪人是怎么干活的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呢 第一个我们能通过这个例子解研出来代理模式 第二个呢 我们通过这个例子能学会ES6的这个proxy的语法 这样就够了 那我们呢就代码中演示一下 这个演示呢就需要去在这个ES6环境下演示 所以说我们把刚才演示代理模式的这个realimageproxy 这个代码暂时先删掉 好 这儿呢 我们写一个star 就是明星 复制成name等于张某某 A字比如说25岁 情终正圣 电话比如说是139000111111 明星的电话一般都比较好 然后let's agent agent就是经纪人对吧 这个注释吧 经纪人 经纪人等于newproxy 然后第一个参数 我们需要把这个要代理的对象传进去 就这个star这个对象传进去 然后里面我们要定义这个get和set两个方法 get获取的参数呢是target和k 因为它只是get target就是这个要代理的这个对象 k就是我们要get的这个属性的值 set呢也是一个函数啊 targetk 这儿有可能要加一个value对吧 好 那我们就演示一下 如果是你想要跟经纪人要电话 怎么办呢 就是fk等于phone要电话 然后这儿呢 肯定就是返回经纪人自己的电话 经纪人不可能把明星的电话给你 对吧 return 比如说我们return一个168-9999-7777 好 return经纪人的电话 fk等于什么呢 等于price 就是你要问价格 因为价格肯定是经纪人给你 对吧 明星是没有价格的 明星是搞艺术不谈钱的 所以说我们这儿做一个注释 明星不报价 经纪人报价 return什么呢 return12万 比如说12万 明星的演出价格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这儿是随便写了一个数啊 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呢 我们就直接去返回这个targetk 比如说我们获取的是name和age 我们这儿就直接去返回它这个name和age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可以不保密 然后这个set的时候 比如说fk等于这个custom price 我们要自己定一个价格 怎么办呢 这里面fvalue小于10万 最低10万 如果小于10万 怎么办呢 我们就直接报错 当然这个地方报错 不一定合理啊 但是我们这儿只是说 给它抛出一个提醒啊 当然你这儿如果是加一个arrot 或者说打印一个日志啊 这个也没有问题啊 价格太低 我们这儿报错 是为了表示一下 我们自己的这个底线 是很坚决的啊 else else怎么办呢 我们这儿看一下 怎么去复制啊 target k 复制成value 另外呢 这儿要写一个return true 要不然的话 它不会复制成功 我们这儿写完了 就明星经理人写完了 我们做一个演示啊 现在主办方要和经理人联系了 怎么办呢 就是considerlog agent.name 我们获取这个姓名 然后呢 获取年龄 然后呢 获取电话 电话我们看看 获取的到底是谁的啊 我们这儿为了分清楚啊 这个号码不好分 我们就直接这么写啊 这样的话就分清楚 这电话到底是明星还是经理人的 接下来我们要获取报价 A纸 写错了 我们现在写在这儿 我们先去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呢 我们在控制台里面 运行npm run 第一位 大家稍微等一会儿 刷新 我再重新刷新啊 大家看 张某某 25岁 orgent 什么什么什么电话 这是什么 经纪人的电话 对吧 明星不可能给你电话 然后12000 这是报价 这个和我们之前这儿写的这个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已经是有代理了 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特别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 我们这个代理的一些接口啊 比喻和原生的这个接口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获取这个缝的时候 这儿你不能写成别的名字 比如说写成缝123之类的这名字 或者说你写成这个 pugent缝 这样就不行 这样就不要代理模式了 因为我们之前强调过 这个接口的名字必须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用不用代理 你访问gethub的地址都是一样的 这儿也是 你用不用经纪人 你访问一个人的电话 也都是这个phone 当然这个price也是 对外公开是一样的 但是price呢 我们这个名字里面没有 我们其实也可以在这里面去 给他写一个price 能多少钱 但是我们在访问的时候呢 肯定会被拦截到 肯定会返回1R 这个没有关系 注意 原对象的一些接口 或者一些属性 代理过之后 他的接口和属性的名称 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去提供自己的价格 比如说我们给经纪人报一个价 custom price等于多少呢 我们报一个15万 比如说这个明星特别抢手 现在是双11活动 特别抢手 京东和淘宝都要 那就谁出钱高谁要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试图去打印一下 他的这个报价看看我们设置有没有成功 好 我们保存 看一下 他这儿报了一个错啊 就是这儿 我们这个value啊 这个写错了 我们应该是写成这个算数的值 是个减写 好 我们保存 好 我们重新刷新吧 大家看 这几行都是我们刚才打印出来的 最后这个报价是15万 对吧 说明是我们写成功了 那我们改一下 我们这儿报价改成9万 小于10万 按照之前的逻辑应该会报错 对吧 先清空一下 然后回头来保存 好 大家看 错误了 下个态地 就是我们这儿抛设的错误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代理的这个方式就已经演示了 经纪人和明星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特别好理解这种代理模式 因为代理模式完全是一样的 场景也是完全一样的 OK 那我们这个演示到此就结束 最后呢 我们要进行这个设计原则验验证 代理类和目标类分离 隔离开目标类和使用者 当使用者和目标类之间有一些授权 或者说安全的原因没法访问的时候呢 我们中间要加一个东西 把它们分开 而不是说我们去改造某一方 为了去适应这个问题 它肯定是符合开放分离原则 所有的这种隔离开 接偶都是很符合开放分离原则 最后我们看一下总结 我们想一下 回顾一下当时怎么讲的 介绍和事例 介绍代理模式呢 它的用意是说 使用者在去访问目标类的时候呢 出现于一些权限或者安全的问题 我们没法直接去访问 这样的话呢 就需要中间加一个代理 通过代理来去访问 比如说我们在家办公 访问公司的内网 没法访问 也可以用代理来访问 一万万类图和演示啊 当时怎么画 大家想一想啊 右侧是一个real image 对吧 真实的图片 然后呢 中间是一个proxy image 左侧是一个使用者 当时强调的是什么 real image的display的那个方法 和这个proxy image的display的方法 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 无论你有没有代理 你访问gethub的地址 都是一样的 对吧 接口都要保持不变 不能说你有了代理了 接口就变了 这样是不行的 最后是使用场景 我们讲了这个 网页事件代理 以及这块里面 那个proxy代理 就代理this 然后最后呢 我们讲了这个 ES6的proxy的语法 来演示主办方 去通过经纪人 来找到明星 要报价这个势力 你这么说一样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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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